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又来到《高晋论坛》的时间 今天也是4月2日的时间 今天特别找Dr. Lee上来和我们聊天 今天有很多新闻 马会新闻稿出了 亦有很多马金媒体即时报道了 有关澳门马入口香港的问题 今天有些规则出了 之前小弟在上星期三都率先说了 大概和现在都接近 请Dr. Lee上来说 对于这方面有什么意见 以及有什么马可入口的情况 Dr. Lee 你好 今天马会出了这个概念 他主要说两件事,我先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任何4岁以下 或以下 总之4岁以下 跑少于17次的马 就60分以上 若然4岁以下跑多于17次以上 跑得更多的马 就要澳门73分以上的马 特别要留意 今次可以直接由澳门运来香港 以及一次过的安排 不是说随时都可以的 是今次 和澳门马会 整个特别安排 特别安排 现在已经说有些报纸 已经直接出了 有哪十几只笔合资格 但是我知道这方面 Dr. Lee 也有跟进 你怎么看 其实都展示了15只 其实就不会15只过来的 你问我最后 可能10只左右 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心机 踏一踏进去 竟然有一些马 已经半年没有操过了 是的 有一只罪电码 还没有电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我咪前讲了 其实现在全部显示都是NA 全部是NA 是NA 全部是NA OK 意思是其实 有些是半年没有操过的 那些 为什么呢 我过来先 慢慢养 不好意思 跟平时入香港马会一样 你要一只马要健康 才会被进入口 你还要养伤的 抱歉 不能进入口 即他都要过个检疫标准 是吧 对 全部都要健康的 这是跟澳洲入马过来 英国入马过来 一模一样 都是需要符合那个标准才可以的 所以如果现在再养伤那些就不行了 因为里面 那个标准里面那15只马 金融达人 我都知道这只可以的 真的标准了出来 但是这只金融达人 我看他的神操 是一月之后 即是他来了香港的 不是 来了澳门的 但是一月之后 就没有神操的了 还有 如果说真意 他的资质是西澳洲 赢了BM58 如果他是一只香港 想运来香港的PP 他就不叫你快的 照解 只不过因为他去澳门马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一些就可以刮掉了 就可以了 还有有些呢 我知道都未必会来香港的 可能有些已经谈好了 可能会去第二个国家再跑的了 都未必会过来的了 所以没有门单 所以那时 就是那时保守一点 我都跟你说过了 可能只有几只 这次都比我预期中再多一点 10只 可能8至10只 有些 比较关心一些 或者比较出名一些 那几只 《壮志灵魂》 《天蟲人怨》 《救响乐意》 这些情况是怎样的 这几只 刚才你所说 应该根据 资料应该都会过来香港的 但是就不同 渠道 有些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初商阶段 有些就确定了 也不方便 因为今个星期都会进行那个 手衣检查的 全部都会 因为都要 大家都希望 大家船期 都未确定 但是我知道 两地马户都很 即今天竟然开始 很努力去磋商 什么时候 会有那个船期 真是船期 这次没错了 船期 由澳门过来香港的了 希望大家的寄望越早越好 但是上次你也提过 因为撞了香港国际 那些资料 就一定不可能 4月 4月美股出现的这些资料 一定是最快的 5月刚才出现的了 这样 还有马会的新闻稿都说了 在澳门又要过三个星期 检疫期 是 来到香港又要再两个星期 检疫期 就算当今天已经可以 起计 都要5月中左右 5月8号、9号 才可以进来香港 希望 因为 其实还有一帮飞机 就是纽西兰过来香港的 就5月5号 就是那些新马 运过来 即是5月5号 清空了那个 隔壁营 那些国际署的马 都走了 所以最快可以不如投的 但是真的是看 船期 这个 交给两地马会搞 我们希望尽快 因为为什么呢 这群澳门马 其实天气适应了 那些亚太区那些 就是叫做 那些潮湿 现在这么辛苦的天气 他们先免缺了这个适应 没有很多的 所以 希望这群马可以撞塌快点 有机会连月轨未能跑得了 那我就见了一样 南档八卦花边 我随便的益冊 就是《壮志灵魂》 謝偉豪 但是见到叶楚行拉头马 这个真是 我不知道不肯定 但是 当我买人家的马 多谢 郑志灵魂的 好马 不要浪费了 放在叶楚行 也好 是否好 起码 现在 谁收到这只马 都是一个好处 这只马 如果这只马来 一定是最多人留意 可以这样说 话题声强 是吗 是啊 你先说一下 是不是很适合跑香港的 他就是放在前面走 你问我 根本是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厉害 违光智能 加州星球 放在前面走 你放在前面走 你真的是 他前面走 你跟 如果拍马地三百多米的路 跟监制差不多 你很难跟他 你跟他又死 不跟他就让他放死 这只马来的 上次的灵魂 是啊 过来香港 就绝对有能力周旋的 这只马 当然了 我们现在就要第一件事研究 看看有什么马可以来到香港 第二就是说这些马来到香港 够不够跑呢 这是另一个比较关切的问题 Dotally 我觉得很简单一个问题 其实他们来香港够不够跑呢 就主要看下平榜员 怎样安排他们的分数 譬如说 92分的 壮志灵魂 到底折让他多少分呢 如果以我心目中以我看澳门的形式 可能激进一点 就觉得香港和澳门 如果那个平分折让 应该要接近20分才可以 当然20分太夸张了 可能要减16-18分 就是香港和澳门的水平的差距 如果壮志灵魂 可能要七十几分之类 好视乎平榜员给一个什么折让的分数 这方面你有没有资讯呢 或者你的意见是怎样的 折让真的会有的 一定没有这个评分来香港 但是多少呢 就真的这个 我所知未有一个定案的 Depends on 每一只马 因为 就算你澳洲买来香港 他都会 看一下一只马 究竟 例如澳洲评分两只马一样的时候 你到香港都可以不同的评分 为什么呢 可能一只是 三岁的分在上 一只就是 跑了15场 跌几个分下去 平榜员都会看 不同的看法 两件事都会 所以这些马都会有一个 滑的评分 我觉得就不会 滑一 因为刚才 我们前面也说过 如果60分马 减10分 红一全部 那些50分 如果跟我的标准 减16分 欢乐福星 63分 减16分 即是47分 起步 是啊 所以 我估计低过52分 我估计都 我怎么估到 是不是很奇怪的 有PP 对 PP没理由低过PPG 对吧 所以这方面 我相信 平榜员那边 都是一个挺烦恼的问题 交回来的决定 总之这阵子可以入口就行了 刚才回应你 说能不能跑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马迷 我之前看过你的留言说 就说澳门马过来 一定是跑第S班那些 Overworld 一定差过香港 不争的现实 但反过来说 新加坡Overworld也差过香港的 他都会出到一只火箭人 你连弓身份都不够跑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一群过得来的 尤其头那几只 全部是澳门最精英的份子来的了 最精英过来 等于你 一间 两间中学 我找一间 即是没那么好的 最精英的 选几个好的 我不会 占底挂他们的名校都 顶洞就是中庭 甚至幸好一些就是中上 甚至 如果接受一个更好的 我认为 可能香港的伙食 甚至联马的技术 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不是还有一个提升呢 可能的 所以这个故事是 我觉得 头那几只 绝对来到香港 一定有竞争力的 你问我 保守这些人 一定先够三班 例如刚才那个排名 头五个这样 一定够三班 以上 那究竟 上到二班呢 看制域 看机遇 因为其实全是四岁 跑二十多长 还有得进步的 四岁都 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之后 情况再怎么样 是 这个其实都是很讲个别的 马匹他还有多少里程 多少进步空间 又可能 正如你所说的 就是说 其实未必说来到香港的评分 是每个有一个一督切 就像港澳杯那样 折扬十五分 折扬十分 它未必会这样 是视乎每个马匹不同的案件 去给一个评分 它就多过 纯粹看你的澳门评分 去激动的 加减一个分数 给它 更多这种东西 是的 还有最后 你见到 很手松 刚刚我都 这个可以开的 最后六十分 开心有你 然后 刚刚打给我和他谈 然后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再买九分 九分 搞什么分 你都没有赢 不是呀 还有四分 我六十分 我说 说五亿你 刚刚好 刚刚好啊 有六十分 多谢开心有你 过来了 是的 很开心 这只如果给一个 不是太高分数 他来香港 比如说四班 OK的 也是那些 起碼那句 猿仔说 会赢嘛 澳门也是会赢的 有些马匹不是会赢的 香港人有些 是不是 开心有你 其实过来也OK的 为什么呢 他跑的数量少 六或七场 是六场 还有他有沙地 那么香港就是 泥地1650那些 哇 沙泥都可以 过来 在四班 那我会跑马的 那只过来 四班你都知道 香港一半 真是 未学习 未得的 是不是 每一场措施 这些就有竞争力了 过来 所以 到时候 例如投注那里来说 千万不要觉得 澳门买这些马 不用看着 千万不要这样 都要看他给多少分 就是平榜园 主宰了澳门马的命运 我认为 但是相信他们都 我们香港的平榜园 一直都做得很好的 会给一个合理的分数 对 会给一个合理的分数 又不会太高 不会太低 都会给他们有竞争力的分数 这样 因为这个呢 我又可以延伸一点 多少个 这个马会就是 给一些四岁或以下的马来香港 是对的做法 如果说 你给一些最高分的马 不如给一些马王级 那些圣灵大亨 遥昌之星 来香港 不要了 那些 因为反而 去到高班 他们因为断层了 有些年轻的马 四岁 三岁 四岁 上那些马 根本他就没有去到那些分数 但是反而是 那些马 会有些前景 四岁以下的那些 如果只是高班 一百零几分的马 今年 尤其是一月打后 赢来赢去都是 就是圣灵大亨 但是这个不代表 不代表说澳门高水准那些马很差 圣灵大亨八岁都赢了 而是很多年轻的马 他根本还没赢到上去 去挑战这些高班马 还有也都可以叫做 给那些澳门打比 本来想着跑澳门打比 他可以引入来香港 也叫做一个小小的补偿给他们 没得炮打比 还好 澳门打比二百三万 好像中奖金 香港如果他们排得到 还有二班都差不多这个钱 是啊 都不迟了 好像是 加上一些特别的奖金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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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可以的 大家都有好做整件事 又可以补充十几个马口 这个是可以的这方面 而且我所知 很多马转的复典 PP签都还没用的 是啊 二班八十四万万多了 二班奖金 不是中长途那些 那些 就是三百万头 二班普通都多了 都多过去澳门打比了 已经 是啊 就是啊 就是整二班 是不是 那一起了 是不是 做这么多 就是很多场打比跑 可以有 是 没错 哈哈哈哈 挺开心的 是啊 所以那个观点 OK的 那就是 看看这些马过来 大家一个 是的 看看 虽然 不会再这些马 在澳门再出现 但是 在最后检阅 原来澳门最top的马来到香港 是什么质量 那就是打十几只 可以平定一下 到时候这样 好的 那在这里 就多谢了Dota Lee的资讯 和意见 那今次的时间差不多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搞定 拜拜